那我们要再特别去注意一下 是不是有可能要去做所谓癌症的检测 厄力的一个检查 通常有一些小症状要特别注意 比如说你的大便习惯或者小便习惯有改变 或者是说你觉得你皮肤上有一个溃疡 或者是一个伤口吃吃不能愈合 或者是说你会有一些不正常的出血或分明乳 或者是乳房在搓身体的其他地方有各出的肿困 那另外就是吞咽困难 或者是说你有看到你身体的一个work的油 或者是有质产生变化 或者是你有一些咳嗽一直咳不好 一直治疗不好或者是有生意沙哑的心血 这些小症状可能刚看你通常会很欺負 但是这些小症状如果持续在病人身上数据很久的时候 你应该要考虑法医是不是要做癌症的一些检查的相关可能性 比如像这个痣如果产生一些大小形状甚至会痛会有溃疡 你就要小心它会不会有恶性变化的肌肉性 那乳房的肿块不一定就是乳癌有可能是纤纹两种 或者是cystic breast change 那痣呢然后呢身体上面有一些不正常的出血 瘀血也要特别小心 很可能是早期的一个淋巴起来的一个表现 所以这些小症状可以告诉我们有可能只有癌症以外呢 其实我们还可以帮病人做一些理学检查 包括所谓的也可以请病人做一些乳房 自己做一些检查 比如说乳房的自我检查 那乳房自我检查要看什么地方呢 乳房自我检查到底有什么样重要的地方呢 其实如果你平常都不做乳房的自我检查的话 基本上乳房总流不需要长到4公分的时候才会被病人自己摸到 如果你每个月都有做乳房自我检查的时候 你基本上肿瘤大概2公分就可以摸得到 如果你每年固定有来给医生做一些促诊的话 大概很可能在1公分的肿瘤就可能被医生做到 最检查出来 那其实在乳房的促诊当中不是只有去促诊 其实我们的一些试诊 要看看外观有没有变化 有没有一些突起的地方 那最好去触摸看看 那看看乳房两边是不是一样 乳房的高低是不是一样 乳房是不是有下限 乳房的皮肤是有凹陷 乳房的皮肤是不是有一些皮肤贵痒或者橘皮痒的变化 或者是有些久久不遇的伤口 应该是要用一个促诊 那通常乳房乳癌的病人他的肿瘤通常是不会疼痛的 那夜下呢也可能会出现一些淋巴血也要做一些促诊 那最重要是要看看有没有乳头 是不是有没有一些血样的分泌 或者是乳头的皱缩 通常可能表示乳因下面的乳房 乳腺乳池里面有肿瘤的一个千层 那乳房出诊的时候呢 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的是 自我检查最重要的是时机 一般妇女是在生理后的一周内实施 那停经或更年期的妇女 每个月选一天 那出诊的方式一定要特别注意 就是要用所谓的指腹去治疗 千万不用指尖 而且要手指病 因为指腹的 我们手指上的指腹有比较细微的神经 可以做 他的触觉会比较好 另外呢出诊的范围是要包括 说股下方胸骨侧中线肋骨下缘的臆下 最重要的是最后检查的时候 一定要用乳指跟食指 青烟乳头看看有没有分立乳 然后呢 可以 而且要自我检查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是把手 把检查那一侧的手放在 头后面 做一个伸展的姿势 这样才能够让乳房层的停起来 才能够比较好的检查 那一般 要照照镜子看看是不是有对称 两次就是有租气物 然后看到经脉吩咐的形形 那我们平常在病人做乳房促诊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是品病人 一样是把手放在 检查那一侧的手把他放在头后面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的在 肩膀的 在背部的地方垫一个小枕头 让整个乳房撑开来 所谓病人乳房会比较大失 所以大家应该用这个方法 就不让应该促诊出来 促诊方式可以分成 直线来活的促诊 或者是向心转 或者是回旋状的 那这种检查方式 对癌症的一个篩检来讲 其实子宫籍抹片检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检查 它就是用子宫籍 是用一个 压水把阴道撑开来 用小木棒 在 在所谓的 柱状跟磷状细胞 上皮的交接处 做一个刮取 刮取一些少量细胞 然后送去做 Cycology的检验 那子宫籍抹片检查有什么好处 可以早期发现早期的子宫颈癌 然后可以早期的治疗隐藏存的时间 如果在Premarneganz 一个新安万到新安数据的时候就发现 可以做一些积极的处理方式 做所谓的 做所谓的 使用率下降了75%以上 我们在筛检癌症的过程 在检查癌症中 常常会借助一些影像学检查 比如说S-ray S-ray除了可以看肺部的肿瘤以外 前往不要忘记 骨头的肿瘤 骨头的转移 也可以靠S-ray来诊断 另外呢 我们可以用一些所谓的背剂的摄影 最主要是用背剂的吞入 然后再打空前 用所谓的双层对比的方式来检查 才会到 是不是有一些 所谓的站位性的病变 Space Occupied的一些力学 另外呢也可以用S-ray来做出的乳房摄影 看看有没有微小的快化点 那乳房的检查出乳房摄影外 还可以用乳房的昌一波 最好是建议这个可以用交替检查的方式 乳房昌一波目前是可以看到一些水泡的部分 但是对一些概化和平均没有办法 因为你也可以考虑乳房的检查 也可以考虑做乳房的核实工程 特别是有装一乳的病人 因为有一乳后呢 通常不能做乳房的 Marvel Graphic 而且做促整的时候 通常不太容易促整 那我们可以借助一些电脑断层的一个 检查来看看 有没有所谓的检查 但是要注意 在做电脑断层检查的时候 一定要打先映剂 如果有打先映剂以后呢 才能够不要看出 到底是一个 肿瘤还是一个 二性 是一个二性肿瘤还是一个两性肿瘤 荷子共振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忙 比如说脑部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进行荷子共振的 T1T2等不同的特色 来检查 看看这个 肿瘤的形态是怎样 甚至呢 我们可以用更好的MRI 来帮助我们看看说 肿瘤与正常的组织的结构 到底它的关系是怎样 来告诉外科医生 来帮助外科医生 要怎样切除 肿瘤来维持正常的一个部分 另外呢 对一些软组织的 Zacoma 也是一个 二字共振也是一个很好的 的一个检查 比如说像这个就是一个 肌肉场出的一个来扣 那除了这些检查以外呢 S-Grandon科可以来帮助我们 可以做血管摄影 也特别像肝脏的 肝癌 如果做血管摄影 也可以发现它是一个高血管增生的情况下 基本上也可以用这个东西来诊断为癌症 肝癌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一些所谓金皮川式的Cranthiography 或者是用 超音波来检查 包括甲状腺 肝脏 股房 摄护腺 等等 都可以用甲状腺的超音波来帮助我们 寻找癌症的充气 肝癌症 看到肝脏的不准 那肝脏的超音波呢除了可以帮助我们检查以外 还可以帮助我们做所谓的Echo Guide for Apsing 来找 确定肝脏种子是什么样的形态 除了这些 影像权 S-Grandon科的检查以外 超音波的检查以外 内视剑的检查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帮助我们枕断 癌症的工具 比如说 支析管镜 你会看到支析管镜 这是Karina的地方 右左边的Namcrompus 有所谓的胰状结床镜 或者大肠镜 还有ERCP 这些东西都可以来帮助我们来生的检查 那有一些特别的 检查方式 比如说 我们 我们 比较少接触到的 核子医学的检查 核子医学检查原理就是说他们会用一些同位素 这些同位素会被测定的一些 异常组织 去把它射入 那我们只要去 而且这些同位素会释放出不同的射写 我们只要确定说这些异常组织能够被哪些同位素射入 在射入 在打针医打药以后呢 经过一段时间 去用一个特别的scanner 特别的一个偵測去测探 这些同位素似乎是有提供 停留在身体里面 似乎是有释放出一些特定的 的一些波长 比如说 PET的CT PET就是所谓正直射影 它最主要利用原理就是在佛上 在 葡萄糖上面去架了一个佛食巴 那为什么没有用佛导糖呢 因为 肿瘤细胞特别是喜欢吃葡萄糖 如果肿瘤吃了越多葡萄糖 基本上 就会发现到 PET 可能最后会发现到 肿瘤的部分可能会聚集一堆的葡萄糖 但是葡萄糖没有办法去 去把它scan出来 所以我们在葡萄糖上面加了一个佛食巴 可以利用佛食巴 释放出一些 贝塔波 那我们进入一些 Dectator就可以知道说 正常的地方有肿瘤 比如说这个病人在颈椎的部分 跟所谓的胸椎的地方 就会发现到 有一些葡萄糖摄取的信息 如果呢 你可以跟CT做一个Combine 推寻在一起 你可以看到说颈椎的部分 它是会在 脊椎跟所谓的肺椎的地方 各种肿瘤 因为呢像这个病人 如果你乍看这个CT CT 根本没有发现到的任何异常的信息 如果你一旦给它 加上一个PET 在一张头的地方 出现了一个Uptake 这病人其实后来成为 Pangryki